那这样一份联大表决通过的决议 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央视记者 在稍早前发来的观察 这是头一次巴勒斯坦国代表 在大会上介绍自己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这份决议草案的全称叫做 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 巴勒斯坦备占领土的政策和做法 以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备占领土 继续存在的非法性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其实在今年的7月19号 就发表咨询意见 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备占领土的 继续存在是非法的 以色列有义务尽快结束起 在该领土上的非法存在 立即停止一切新的定居活动 并将所有定居者撤出巴勒斯坦备占领土 并有义务对该领土上 所有有关的自然人或法人 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这一份的决议草案一共有19条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第二条 要求以色列致迟与本决议通过后 12个月内结束其非法存在 实际上巴勒斯坦代表团 在把决议草案给各国进行传阅 听取意见时 这一结束非法存在的时间是6个月内 很多代表团提出意见 认为这一做法太过激进 因此最后提交 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的草案版本 改成了12个月内 除了提出以色列结束非法存在赔偿终止政策之外 还促请国际社会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 并且在与以色列的交往中 区分以色列在1967年后占领的西岸土地 要求联合国在第79届联大期间 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促进执行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 和两国解决方案的各项决议 这一份的决议草案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表达了 巴勒斯坦的诉求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表达了国际社会的诉求 但是联大的决议是不具备约束力的 因此这一决议得到通过 它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 施压以色列 但是具体的执行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挑战 以上是央视记者徐德志 来自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 感谢观看